有请下一组 廖嘉玲 郑云龙 演唱曲目 诗人的旅途 诗人的旅途 这首歌出自于中国著名的原创音乐剧 《蝶》 歌曲中 梁山博化身流浪诗人 慢慢诉说着旅途的所见所闻 将诗情画意 展现在大家面前 我们把整个编曲 整个演唱部分曲都改了 如果出彩的话会非常好听 唱错的话就是一团糟 歌听得怎么样 还好 这歌有点难 我觉得有点 我去美声的唱音乐剧 会有点你懂那种感觉 因为我是第一次唱音乐剧 我的音色可能不能完全地 跟这首歌融合 《蝶》又是一个独唱 要把它改变成对唱 但是我们都想去对这个作品 大胆的创新加入不同的元素 呈现出一个更加惊艳的作品 在雨的面前总不沉默 非常好 非常好 这后面就会加一个梁柱的路径 可以唱一下给我听 行吗 神道四个版本吧 四个版本啊 是纯美声的版本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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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再空念一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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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非常好 还有花骨戏版啊 花骨戏版 你们试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哎呀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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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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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把它哼的就是说 嗯 刘吾顿强一点 不要太美 也是梁啊 有时候是 星辰在海面坠落 有点高啊 对 宝唱哎 我的天啊 慢点 在那些路上 他们也 不好听啊 其实我觉得和声都应该要改一个 嗯 都应该奇怪 我这首歌 他注重的是旋律感 把它当成一首作品 来演唱的话 可能一开始 太平稳了 希望把它做的 辉煌一点 所以 编曲不停地在画 不停地在改 就是到现在公演只剩 还不到三个小时 我觉得压力挺大